国家银行和统计局今天联合发布了最新的经济报告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 我国第四季的国内生产总值按年成长率就达到7% 全年则是取得8.7% 写下22年来最佳表现 国行总裁丹水诺山霞也披露 虽然今年全年表现预计将不如去年标青 不过仍然看得好可以保持增长势头 它甚至大卖官子 我国今年首季表现预计将比去年第四季来得更加强劲 至于今年全年的经济预测表现 则留待来临24号由首相亲自揭晓 国家银行和国家统计局今天联合发布的 最新国内生产总值报告显示 相比2021年的3.1% 我国去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按年取得8.7% 是2000年22年来的最佳表现 根据国家统计局首席统计师 南多斯里·莫哈默·乌兹尔 虽然2022年全年的表现 已经超越了2019年爆发疫情前的水平 不过当中有三个领域的表现 依然低于疫情前水平 它们分别是矿业 建筑业和农业 服务业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按年增长率为10.9% 制造业8.1% 农业0.1% 矿业3.4% 建筑业则是成长5% 如果按季环比 第四季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率则比第三季度萎缩2.6% 主要受到刺激措施 支持力度减弱所影响 在四季三个月2022年 美国在四季国内生产总值 �� Ruang7.0% 建筑业 吸引用绩执行市场 哈里联合 吸引免执行市场 吸引免执行市场 吸引免执行性产品 也在吸引免执行仕 剧离 编络码下 三季六期三个月2022 莫哈默·乌测也表示 就整体服务领域而言 虽然整体表现已经超越了2019年 不过餐饮 住宿 房地产 商业服务 私人教育和其他服务活动等的经济表现 依然低于疫情前水平 他还指出 去年入境我国旅游的旅客 达到2610万人次 入境游开销也从2021年的3亿令吉 在去年增加到279亿令吉 按年暴涨了9200% 不过入境游的表现 依然未回到疫情前水平 无论如何 内需依然是支撑国内生产总值 持续增长的主要引擎 这是因为根治数据 去年家庭消费就贡献了 我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0.2% 后疫情时代 随着经济和需求逐渐复苏 我国去年的整体通膨率 也随之上升到3.3% 高于2021年的2.5% 核心通膨率则升到3% 比较2021年的0.7% 展望今年全年的经济表现 国航总裁丹斯利诺山霞则表示 虽然经济前景面临多重挑战 但是全球乃至我国 今年不太可能陷入衰退 主要是看好内需和消费 能够继续支撑国家的经济成长 而且他也大卖官子说 今年首季度的经济表现看好 将会优于去年末季 无论如何 国航并没有给出 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的预测 诺山霞表示 有关预测就等首相 这个月24号 提成2023年财政预算案的时候 才会揭露 虽然经济增长不乏预见放缓 加上通膨力持续高居不下 但是诺山霞强调 调整隔夜政策利率 不仅仅是紧贴海外央行的脚步 更多是侧重于国内经济环境 所以货币政策委员会 将会继续根据国内情况 来调整货币政策 以确保可持续的国内增长和物价稳定 去年货币政策委员会 一连四次宣布加息25个基点 但在最新的议席会议中 则维持隔夜政策利率 在2.75%不变 则维持隔夜政策